今天由科學園來到Sky 100 因為科學園的VIP 海內外精英的初創公司 和初創的投資者通通混雜在這裡 為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搭這台電梯 在一程一分鐘上落100層的電梯旅程中 初創公司要向投資者 和行業領袖組成的評判 介紹創業構思 他就抱著狗公仔 似乎信心十足 終於輪到他了 醫生只需要給動物體 30秒的測試 AI引擎在背後 會再調查資料 和通常報告 剛才自己準備做的事 都做到了 時間控制 都可以 心裡沒有壓力 是醫者的壓力 同樣是本地僵 他就顯得緊張一點 第一 我們做AI 選之後剩下100間來到SKY100 當中只有30多間是本地初創公司 他們就是其中兩間 雖然拿不到1萬元美金的獎金 但在這個場合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初創公司 和成熟的企業家 就連不少評判 本身都是天使投資者 隨時找到合作的機會 海外過來的過江龍 比去年多很多 但我們今年 香港派出去的 都是當中最好的 事實上很多不少 我很有興趣 會想繼續資 但一分鐘後 就要投資 這個對於投資 太早 但我會想再資更多 公司就不少 外面現在有很多 網絡的活動 有很多工作室 你可以見到很多人 你真的有很多機會 見到很多業務 像今天 你也有很多業務 你可能突然走出去 可能Buffet在旁邊 突然坐同一部升降 那部升降 可能就只有幾十秒 你會怎樣 令到他真的 對你的項目有興趣 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看到 那些初創企業 科學員的初創企業 尤其是科學家 他們就覺得 我的東西很棒 你一定要賣我 世界不是這樣的 世界就是 我的東西很好 人家都要 懂得 懂得了解 才行 必須學識 就是在很短時間裡 拿到重點出來 說服到投資者 你投我吧 這樣 咦? 你們都要找人投資? 每個人都空有成竹感 你覺得自己做成怎樣? 其實可以說不錯 因為我含著自己的經驗來做 難怪你這麼得職 最終在今年特別新增的小小創業家比賽 10個8至12歲的小朋友當中 拿到第二名 科技員說 比賽是希望培養小朋友 對創業家興趣和創業家精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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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